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当中文哲就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 会主动接近男人 虽然说在当下这个社会有许多的女人已经变得大胆而开放 不得不说还是有些女人依旧坚守着男女受受不侵的骨训 这些坚守着骨训的女人在与异性相处的时候 往往会刻意的与其保持着距离 但是那些需求多的女人就不一样了 她们往往会为了得到男人而不择手段 甚至是丢掉自己与生俱来的矜持与保守 主动的去接近男人 就比如这类女人会不会介意与男人进行肢体接触 甚至是乐于与男人进行肢体接触 所以男人在发现女人有这个特征之后 就应该明白女人是个需求强烈的人了 第二 在见到男人的时候会更有韵味 通常的情况下 女人在遇到令自己心动的男人的时候 荷尔蒙会显著的增加 而女人的荷尔蒙一旦增加 女人的特性就是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那么这些变化只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它可以是女人变得更有韵味 也可以是女人变得更加的柔情适水 而在此时啊 女人的欲望也是极为强烈的 那么对于男人而言 此时的女人也更让人着迷 所以啊想要判断女人的欲望是否强烈 就看女人在见到男人的时候 是不是会变得更加有韵味就足够了 第三 面色红润有光泽 在父亲生活当中需求比较多的是女人 往往心情比较愉悦 这是因为他们在男人身上得到了满足 心情啊自然是比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女人要好 人的心情若是愉悦了 反映到脸上就是面色红润有光泽 所以啊在那些需求比较多的女人 往往精神比较饱满与充沛 面色红润有光泽 所谓的相由心生也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总之啊在夫妻生活当中 需求比较多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些特征 身为男人的你 可要掌握辨别女人需求是多少的特征哦 好了 本期的节目已经最近尾声了 若是您在情感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可以在下方评论去